車道一台台車排排戰陣準備下砸道 突然間前方有狀況 四台車發生追撞 現場仰起大量粉塵 一台白色轎車前後被夾擊 卡在貨車底盤 車頭幾乎被壓扁 車尾更是被撞凹 女駕駛當場受困車內 消防人到場後出動破壞器具 協助駕駛脫困 駕駛大腿疼痛 呼吸不適所幸意識清醒 隨後被送往醫院治療 這起追撞意外就發生在六六 快速道路桃園市新屋段 十八號早上十點多 一名張姓男子開著大貨車鎮 準備要切到外側車道 沒想到後方一輛小客車和大貨車 在停等時遭到一台砂石車 從後方追撞 造成小客車車體變形 駕駛受困車內 這起事故占用內外線車道 造成車流一度回堵 警方檢測後 駕駛九側值均為零 再看一次這車頭被推進貨車底盤 被壓得扁扁扁 女駕駛命大驚險逃過一劫 三天新聞章與傑林區 探討報導 警方檢測後